美国中期选举投票已经结束 那么根据了目前点票结果显示 在众议院的选情方面 共和党会拿到已经拿到了193票左右 那么民主党方面是拿下了218票 那么根据一起统计 如果哪个党先拿下218票以上就算赢 那么现在几乎可以笃定的说 民主党是重新拿回了众议院的控制权 因为我们再关注到在参议院的选情方面 共和党是拿下了51票 那民主党方面则是拿下了44票 在参议院方面如果有哪个党派 先过了51票就算胜出 所以现在也可以笃定的是 共和党还是继续掌控的是参议院的控制权 美国中期选举的主要战场 就是这一次参众两院的选举 那么共和党是保住了参议院的控制权 而另一方面 民主党则是在众议院的选举当中 成功的从共和党手中拿下了关键的23席 那么有美国方面的多个媒体已经预测 民主党时隔了8年 终于重新掌控了众议院 在全部改选的435期的 众议院当中的选情可以说是竞争的十分激烈 但选前民调已经开始预期的是 民主党会以纤维的优势拿下这一次的众议院的多数席 而在共和党方面则是在100席的参议院当中 是成功跨过了50席这样一个关键大口 捍卫了多数党的领导地位 一方面原本是情况危机的共和党籍的候选人克鲁兹 他是成功保住了德州 那么另一方面包括在北达科达以及印第安纳和田纳西州等重要的关键摇摆州 共和党是击退了民主党民众 也决定了参议院控制权的一个重要关键